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薰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 今天不要晚一點 大海原語 大海原 好 各位看官 我們又回來玩大海原啦 然後上一集 我們這個感覺 不管是海神城城內還是城外都處於非常糟糕的狀況 然後呢 這個可以看到這些屠殺帝國士兵都已經殺進來了 那面對這已經連最後的城門都已經守不住的狀況 於海基使用了最後的手段 但是我們不知道那個手段是什麼 而大海原的狀況依然很不妙 他一直想不起來那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呢 好啦 我們這集就繼續我們的劇情 好啦 那在這集開始之前還是不免束地說一下喔 我們這集也要來Challenge 只要這集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能夠再推出下一集的大海原語 大海原 好啦 我們看一下這城裡到底被打成什麼樣子吧 全部死光光 士兵倒在地上 啊 完全被壓制啊 士兵完全防不勝防 我甚至這邊還被擋住 我還不能看 我是說我還不能走過去 這邊完全被擋住 多刀會擋路喔 不想打就 對 他就擋我路 很想要我把他給打爆 不要逼我喔 欸 他完全擋著不讓我過欸 我只是想要看一下 整個城裡的狀況是怎樣 啊 反正呢 魚士兵全部死光光了 欸 不要不讓我進去啊 好啦 我們切往二樓 這邊沒什麼好看的啊 只有一堆兔子在擋路喔 好 二樓 我在想有沒有東西可以調查之類的 或者是那個陽台可以出去之類的喔 在那邊擋 他讓我過好不好 還是要我繞路 你要不要讓我過啦 有時候跟他們打會不會反而還比較快啊 讓我過 讓我過 這個很像那個喔 那個中午的時候在市場喔 要買東西喔 就一堆人在那邊擋路 你根本連動都動不了 前面一堆人喔 在那邊擋 你連前進都有困難啊 這邊是三樓喔 在網上應該就是那個喔 魚海雞的那一層 不知道那邊 那邊感覺也淪陷啊 不知道魚海雞到底最後是要用什麼手段 又擋路啊 這就是 人太多的困擾啊 可以不用拍這麼多人出馬沒關係 你們甚至都擋到我的路了 我這邊死得更慘 回復屋 雖然我好像本來就蠻血蠻魔喔 這邊更多耶 多得更誇張 怎麼反而人更多沒有擋路 看起來更多 但反而沒那麼擋路 再往上啊 看起來是在往上喔 這邊還好嗎 我看四樓都淪陷啊 那這邊就沒有任何東西了 公主殿下 非常抱歉 都說了沒事了 他來了的話我來殺 不知道公主殿下現在什麼狀況喔 這兩個人已經殺進來了 比起那個 終於到這裡了 接下來就能打開那裡了 兔 那麼魚海雞 你在那裡吧 別躲在裡面 快出來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嗎 那就沒辦法啊 那我要去 那我就要去你那邊啦 兔兔兔 那種東西很簡單就能毀壞了 那麼 覺悟把玉海雞 今天就要把你屠殺 我不會 讓你那麼做的 蛤 就甚至連魚海雞都不知道用什麼手段 我們就要先阻止他了嗎 哎呀 你已經來了啊 現在立刻 從這裡出去 要出去的是你吧 能不能不要妨礙我啊 不要 我不會讓你 碰公主殿下一根手指的 十色了 真是個 這是火大 不要妨礙我啊 阿!! 死了嗎 既然你這樣的話 就先把你屠殺掉吧 絕物吧 阿 來啊 屠殺帝國的公主 我看你有多少本事阿 欸 我剛有存檔嗎 好像沒有了 哈哈 我剛沒有存檔ㄟ 喔 我呢 這個存檔也就是爬3層樓而已 欸他真的只會普攻嗎 欸我讓你五回合好不好 你堂堂一個屠殺帝國的公主不要讓我失望 真的嗎 真的假的 你也只會普攻喔 你一個堂堂的屠殺帝國公主你也只會普攻喔 好吧 我的頭好痛喔 你真是讓我很失望欸 他真的只會普攻阿我的天 應該三輪 搞不好他會撐比較久他 可是他血比較多喔 真的假的 喔他撐過三輪了啦 他的血比較多阿 防禦力可能也比較高 三四 看他經驗值蠻多的喔 他要打猴富路嗎 什麼罵 什麼罵什麼罵什麼罵 真是的突然是怎樣啊 不要妨礙我啊 欸 欸 公主殿下沒事的請不要哭 所以他弱是真的劇情上也弱嗎 這怎麼辦啊 公主啊 正回來了 喔是那個兔兔老爸 抱歉太久沒有來這裡啊 一不小心就沈迷於散步中了 順便迷了個路啊 那想做的事都做完了嗎 嗯? 公主啊,你怎麼了? 蛤? 爸爸魔女欺負人家! 這什麼媽媽十塊的片段 欸? 我明明想殺魚海,記得他卻妨礙我 欸? 欸? 不,不是,那個 欸? 怎麼了? 你這傢伙 居然敢傷害我的女兒 欸? 這傢伙會很可怕嗎? 可別想活著回去啊,你是傢伙 這什麼 這什麼那個 那種路上的屁孩跟那個恐龍家長的片段 好像喔 欸? 絕不原諒 絕不原諒 有了三大 蛤? 啊這傢伙會很可怕嗎? 好,我來看看好了 這傢伙以前 是個很可怕的 兔子怪獸喔 我就來看看他有多少本事喔 不會吧,連你也只會浮公嗎 真的假的 好啦,我忍不住了啦,好不好 這個我甚至也想給你誤會了啦 反正你應該不會一個大招就不見了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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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我招都還沒發欸 如此! 哇 你們都好好的嗎? 真的這些惡魔還帶挺硬的 雖然我們也堅決不讓步 但還是覺得城堡這邊不對勁 所以就趕過來了 我要是惡魔的話 就把那群傢伙變成肉塊 這什麼啊 眼睛變紅了 好可怕 是啊 怎麼辦 那個屁還在哭 大家都會被爸爸殺掉 那個臭小鬼還得意忘形 他就一直會偶我而已啊 你游泳完了是不是 還是你是電池還是發條 爸爸 殿下 爸爸是不是也沒電了 真的假的 現在散步板怎樣都用光了 抱歉啦 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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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遜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那個那個誰那個那個福卡米還是沒笑 沒沒謀卡 因為沒電了 什麼沒電了嘛 你真的是極限 不 出門之前要把電充飽了 有沒有有沒有聽過啊 人都不知道嗎 喂爸爸你為什麼總是在關鍵史克斯掉鏈子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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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啦 呃 呃 他有二段喔 欸 好像很糟糕啊 我是美貌卡寶 對啊 你不要每次都會挑釁屠殺帝國的兔子好不好 他們好像都有二段欸 他們都會變成超級賽亞兔 欸 欸 我 真的嗎 是我不好 呃 覺悟吧 海之魔女 欸 喂等等 不是小海的錯 不是啊 大海原不好了 公主殿下 請冷靜下來 不要啊 啊 超高的 你們都去死嘛 等一下 等一下 蛤 蛤 蛤 喔 哇 喔 是魚海姬 等一下他說話了 剛剛是他說話嗎 住手吧 我在這裡 終於見到你了 魚海姬 欸 不是吧 第一次看見他開口 我 我也是 我也是 熏谷烈也是 公主殿下 我今天 我今天覺得傻了你 別那麼生氣 我什麼都沒做 吵死啊 你為什麼要發怒呢 我最討厭你啊 我恨你 我倒是不討厭你啊 蛤 說什麼的啊 你是白癡嗎 我什麼都沒做 別說了 別看我啦 什麼啊 本來就是你 嗯 等一下 欸 欸欸欸欸欸 喔 是魚海姬爆了他 對不起小莎 喔原來他有名字啦 小莎 屠殺雞嗎 是我的錯 什麼嘛 放開我啦 都是因為我沒有好好和小莎說清楚 真的很抱歉 我為什麼 搞不懂了啊 對不起 哇這樣就感化了嗎 兩個國家的戰勝就這樣子被感化了嗎 Baga ごめんね 嗯 喔他還是很愛哭欸 對不起啦 嗯不是是我不好了 小海對不起 小海 小海有兩個欸 現在有兩個小海 請問這邊有沒有第三個小海 嗯哼哼哼 不要哭了 乖啊 所以魚海姬是姊姊嗎 不知道哪個是姊姊 他們是姊姊 他們是姊姊姊沒錯啊 喔他真的很愛哭欸 這什麼情況 不清楚 好像解決了吧 不對不起 對不起 欸 我就在其實小海姬做得很過分 我是笨蛋 公主殿下 公主 不你沒有做錯什麼 嗯管家爺爺又怎麼了 阿拉阿拉 等一下 怎麼想都是那邊不對吧 蛤? 把我們國家弄得亂七八糟 一般來講才不會原諒的吧 美貓卡夠了 因為就是這樣嘛 那邊的公主和魚海雞都是怎麼回事嘛 你你你 你這傢伙對著公主殿下太死理啦 無理之徒 要是正還有能量的話 呃 我這不是愛能自己充電的嗎 這是假的 結果就 我要這也行 這傢伙會不會等等突然又毛起來 幫我們打吧 好可怕喔 欸真的對不起 喔真是可憐 公主阿不要哭了 等一下不聽聽他怎麼說的話 嗯 什麼 笑殺 嗯 你為什麼發怒呢 你問為什麼 因為小海你做了很過分的事 呃 什麼很過分的事 嗯 但是我這 我也知道自己做過頭了 真的很抱歉 你意思是說 你覺得是魚海雞搶走了王位嗎 還是怎樣 啊 過分的事 那是 呃 你不是寄來封奇怪的信嗎 一開始的確有王位的問題 但是真正觸發戰火的 是 還有另有事件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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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沙 嗯 我沒有寄過信喔 有人在亂寫信嗎 欸 那 那麼為了給我們點顏色看看 把我國的士兵殺了是 不 我們一次也沒去攻擊過 有人在挑撥離間 欸 波羅說你們那邊才是把我們的士兵都幹掉了 蛤 欸 欸 我們今天才第一次來這裡 蛤 前幾次的兔子都不是嗎 蛤 正 這個嘛 一千年前來過這裡吧 蛤 都有口頭 陛下 最近有幾十隻士兵去向不明的事 什麼啊 怎麼回事 公主殿下 喔那些惡魔 抱歉我們來晚了 蛤 蛤 什麼什麼啊 哇真是夠晚的你們在那裡做什麼啊 看到了奇怪的傢伙就 說起來發生什麼事了 啊剛剛和好了吧 欸 真的假的 好啦啦那就好啦 啊 嗯 是啊太好了 喔 嗯 大海員 小海你怎麼了 大海員 噗 噗什麼 噗 噗嚕嚕嚕嚕嚕嚕 蛤 啊我知道了 他是陸地生物喔 我得了了得趕緊到海上面去 大家撤退撤退 欸居然撤退了 真的假的啊 喔原來他還是要呼吸的啊 欸要撤退啊 那群傢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不知道 欸 到底怎麼了 啊 呃 小海 沒事吧 大海員你怎麼了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啊 又是回憶殺嗎 焦奇到底之前做了什麼 欸 有不好的預感 啊 剛才的事 難道 等一下小海你要去哪 大海員 等一下喂 你要去哪小海 你要去找焦奇嗎 你要先出王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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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炸殺帝國 好 我們現在才得知了 屠殺帝國 跟海獅帝國 有一場天大的誤會 而且 屠殺帝國不會再找麻煩了 可是 好像還有其他事情 而且到底是誰在找我們麻煩 到底是誰 挑撥這場戰爭 我們可能還是要查個清楚 龍、龍公 公主殿下呢 已經沒事了 我們已經和屠殺帝國和解了 欸? 欸? 和解? 是的 是嗎? 太好了 蛤? 大海原 你臉色很不好啊 怎麼了? 好像有種很不好的預感 欸? 大海原 你怎麼了? 大海原 頭要裂開了 大海原 大海原 呃 呃 呃 哥 真 真做一點 蛤? 欸? 什麼? 欸? 欸? 那個月亮怎麼了? 碎裂了 為什麼會碎裂 欸? 這是很不妙的事情嗎? 這應該是很不妙的事情吧 蛤? 你說了什麼? 小海你怎麼突然就跑出去了啊? 這... 這是怎麼...怎麼回事? 啊...啊... 大魔導師大人的 有誰在? 欸? 焦...焦急? 為什麼? 逃到上面去了 追上去吧 焦急你到底在想什麼? 等等...大海原 大海原 大海原 焦急? 為什麼? 焦急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好 我們... 雖然說屠殺帝國 已經不會再找我們麻煩了 但很明顯 有人在挑撥我們跟屠殺帝國 而且這個人 應該 是真的想要做什麼壞事 而且大海原 狀況一直很不妙 感覺有人在床中做梗 而焦急又是什麼回事 焦急 是好是壞 他跟那個挑撥的內鬼 到底 是要阻止他 還是跟他是異伙 我們下一集 再繼續為各位看官解答 好不好 我們這集的大海原 與大海原 在那邊先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喜歡今天的實況 就先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 成為開玩笑 別人的影片是賣下的鈴鐺 對我們朋友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那邊喜歡 留言圈圈圈圈 最大動力唷 好 那我們下次見 白米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故事吧 準備好了嗎 孩子們 市的船長 嗨小生猛 市的船長 喔